美麗雪園 玩我清水泉 沈川泳衣手舉標語 近百名立場玩家及教練 高喊口號抗議 因為他們依照鵝眉湖水域規定 申請細水卻沒過 尤其是在這件事情之後 上個月二十五號 一名二十三歲江青男子 與朋友相約新竹縣鵝眉湖 玩立市滑獎活動卻不幸溺斃 管理單位因此加強宣導 禁止水上活動 需要通過申請才能下水 其實新竹縣服在二零二零年 就曾經在這裡舉辦立獎活動 當時約有三百人報名參加 現場也有告示牌 要求申請才能下水 但離比意外發生之後 申請過關卻難上加難 我們就會來核准 水域雖然在新竹縣 但是主管機關是農水署 苗栗管理處表示 願意與民間團體協商溝通 不過民眾不顧警銷勸導 下水抗議還是違法 將可以開罰2500到5萬元罰還 金新聞公平榮 張靜文三文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